欢迎收看金灵天下美国联准会 两大鹰派在这次相当罕见的语气软化了 他们说对于目前利率是暂时按兵不动 感到放心 那么市场也解读说在十二月份 应该确实是会暂停升息 那么市场也认为说这一波的升息循环 应该是已经战告一段落了 不过现在在中国大陆是出现了新三潮 也就是倒闭潮 裁员潮跟失业潮 尽管如此 那么商业内幕却报道说 中国现在经济疲软 反而是有助于美国的经济 甚至是股市的一个表现 而另外现在纽约时报也报道说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AI巨波 这一家很神秘的公司G42 那么传出他们很可能 跟中国大陆之间 有相当密切的一个合作关系 这会不会让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制裁 形成破口呢 另外在台股的部分 今天收盘是正式的超车港股了 这也是三十年以来首见 这是不是也更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崩坏呢 好 先请教陈彦 我们看到这两位美国联准会 在过去比较鹰派的理事 包括华乐还有包曼 他们现在呢 为什么讲的话 听起来都比较偏向歌派 甚至说呢 应该现在就是暂时维持 不要再生息了 对 联准会是不是转歌 尤其是在昨天晚上 突然之间 整个调性 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为什么 原因不是包二 而是这两位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两位 在节目当中 我们的粉丝们持续关注 从不认识他们到认识他们 然后也发现这两位 真的很鹰派 每当这个 大家说不再会生息 不再会生息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会跳出来讲 你不要掉以轻心 这个景气持续升温 通膨可能会再上去 不排除再持续升息的可能 但是这两位 不知道最近是 有什么好消息还是怎么样 他们的态度竟然改变了 而且这个改变我觉得很大 为什么 你注意 这一位是联准会理事叫华乐 你看他讲什么 他说当前的货币政策 处在能让通膨 回到2%目标的联好状态 他事件不是这样讲 我提醒大家 他说现在这个利率 这个通膨还是很高 要回到2% 还要很大的 还要很努力 这个距离还是很远等等 是不是在暗示说 不用再生息 因为你鲍尔之前一直说 再没有回到2%之前 对于利率的一个态度 他不会掉以轻心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是鲍曼 你知道鲍曼之前 他的态度也很硬 他还是说 这个可能会长期维持在 相当高的利率水准 我帮各位复习一下 结果他说 你看他说 假如通膨进展停滞 他自己假设了 他自己他没有说通膨停滞 他就说假设 他说那他愿意 这个人愿意支持升息 但是他不为12月升息背书 这两位鹰派的都转歌了 你看他不背书了 之前不是很支持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连最鹰派的都转变了 我跟各位讲鲍尔接下来也好处理了 对不对 因为也没反对的声音了 好 那当然我觉得消费者 他会自己实际的去感受 就是说通膨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膨的一个预期 从10月的5.9 已经降到5.7了 甚至大家觉得说 接下来整个通膨压力 都会有所缓解 也就是说 当大家对未来的通膨的感受 我觉得这种感受有下降的时候 其实消费信心就会慢慢的就会恢复 所以对消费者通膨的预期 其实已经有明显的一个降温 那当然在这当中 我觉得对拜登来讲 因为现在 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连任的问题 那当然对拜登来讲 他还是希望 对整个美国经济要有所 这个推升的一个结果 当然对拜登来讲 之前大家还记得 就是说大家在意的 其实是通膨的问题 经济的一个问题 虽然你让我的工作有着落 但是我觉得通膨的压力很痛苦 那你知道最近拜登召开 这个白宫供应链任性委员会 他在里面特别强道 我觉得他也开始 有一些更具体的展现 你知道他在这里面 他讲一件事情 他说你们觉得供应链有问题 不会 你去商店看 货架上面都有东西可以买 然后我就翻白眼 我想说货架上 本来就应该会有东西可以买 可是其实他要举例的意思是说 没有供应链断链的问题 不管你要从电动车的角度 从手机 从各种方面来看 你不用担心 因为一旦有供应链断链的问题 就一定会有物价通膨的问题 可是你看到货物 是非常的一个充足的 当然他更希望在强化供应链之后 可以把整个家庭生活成本的负担 能够降下来 30项强化美国供应链的行动 要降低生活成本 我认为如果他真的能够降低 大家的生活成本的负担 你说对他的选情会不会有帮助 我认为绝对是正面的 尤其现在民调又很低 好 所以有一个 到时候我们特别再去关注 我们会帮大家追踪 就是消费信心 其实我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观察 拜登你注意听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 他的幕僚不知道 我跟他讲一下 就是说只要消费信心的水准 快速的攀升 对他的选情就有救 一定有救 现在来看 你看这个是Business Insider 他在讲 他说市场资深人士艾德雅德尼 他说中国疲软的经济 对美国是一件好事 所以其实对拜登来讲 他可能一方面要看到 美国的消费者信心 持续的往上 然后另外一方面要看到 中国的消费信心持续往下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 中国经济疲软是一件好事 从两个角度来观察 第一个角度是什么 其实很多的商品 要到美国去贩售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这当中不只国外的人 有对这些东西有需求 中国自己本身也有需求 所以是不是在 攻击有限的情况下 物价就会往上涨 好 中国自己的一个经济 相对疲弱 是不是消费力就不脏 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物价要上涨的 可能性就不高 再来一个 中国经济疲弱的情况下 引发地缘政治的风险 也会降低 这个当然对美国来讲就好 因为地缘风险降低 油价这些就不会上来 好 这是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到底中国的经济 是不是有可能持续疲弱 目前看起来是真的 非常的疲弱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热门话题 叫做新三潮 好 实际上 这个名词出来的时候 我也在看 这个指的是什么 通常新就代表是一个 新的趋势跟潮流 一般来讲趋势潮流 应该是好事 可是目前你刚才讲到 这个新三潮 我仔细仔细去看 他既然不是好事 为什么 他是哪三个潮流 倒闭 裁员跟失业 他们把这三件事情合并为 新的三个潮流 潮流是一个力量 潮流是一个趋势 他会延续的时间是长的 所以这是好事吗 绝对不是 我给各位看 这一家是深圳的华麦 新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最近医疗产业不是慢慢回升了吗 疫情之后照道理应该 也开始又要再度成长 可是他们最近有两个放假通知 那第一个放假的时间 是7月1号到10月31号 好像也OK 可是11长假 我想说你们早点放假 返下以后就不要回来 是不是 好像不知道 但是另外一个放假时间 就更诡异了 他就11月1号 不是就现在吗 我好不容易回来上班了 没有 你回来 你再回去 那回去到什么时候 4月30号 一放就半年 老板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叫你好好放假 放松一下自己 好不好 去充充电干嘛都可以 那我要回来吗 如果你回来之前 我们公司没倒 你就回来看看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一放放10个月 对 我跟各位讲 这是玩手段 简单讲我不裁你 因为我裁员 还要给资钱费 反正我就放那么久 放到后面 你自己就不想回来了 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 越来越普遍 而且大城市 上海跟深圳 现在我们看到 人山横人海 其实已经出现了返乡草 那明明还有两个多月 现在不是11月吗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告诉大家 已经没工作了 而且我刚才讲 这是深圳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没听过 我不认识 让我们来看一下 字节跳动 字节跳动规模够大了 结果他现在要关闭 他旗下的游戏公司 整个大规模 关闭的意思 已经不是部分裁员 而是全面性的一个裁员 但这样的一个裁员讯息 出来的时候 一般公司也会觉得没什么 反正我们就经营到现在 可是为了这个裁员 他们既然去13楼 把天台封起来 因为担心出现一些 意外的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你就会发现 也担心市场的这种 激烈的一个程度 冲击的程度 突然的一个发生 那不止裁员 刚刚我们讲倒闭 裁员失业 所以字节跳动 大规模裁员 把游戏公司收起来 就叫做什么 倒闭 那他倒闭当然就会裁员 裁员以后 你说找工作就好了 结果大家都在裁员 就会产生失业 那现在可是问题是 倒闭裁员失业 那我要过日子怎么办 有趣的事情是 海南一间超市 为了庆祝周年庆 我觉得有时候周年庆的活动 提出企划的人 你好仔细的想一想 你或许想要吸引人潮 可是能不能带来 相对应的效果 因为他们为了周年庆 他们就弄了一个 十公尺的蛋糕 重点是什么 免费 不得了 这两个字一出来 我跟你讲 一开 所有人涌进 你知道吗 要去参加的顾客 比如说如果是我 我大概可以理解 像周年庆的时候 有很多优惠活动 我进去我心里有准备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他没有想象到 这么夸张 抢蛋糕背盘狼藉 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整个经济失控了 大家看到这种 免费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那种狂 心里面的那种喜悦 为什么有东西吃了 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比 其实也是蛮讽刺的 一个在裁员 一个免费这么多人冲进去 当然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还是一个工作机会 为什么你看路透 说去风险操作 在损害中国的经济钱 什么叫去风险操作 简单来讲 我在中国过去几年 我看到经济大量的成长 我不断的投资资金进来 这是过去所有的外企 都在做的事情 因为他们想要搭上 中国经济成长的列车 可是这几年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只是去杠杆 不是只是去风险 他们不但不把赚到的钱 在投入甚至不断的 把他长期的投资 不断的移出中国甚至香港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不再对中国投资 看不到他成长的前景 如果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连你在当时 投入的这些资本 都要移走 根本就代表他未来 已经没有打算 在中国继续经营下去 现在不是中国加一 他们叫中国加十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开始去往外拓展 也没打算继续在中国扎根 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 未来反映的是经济的疲弱 所以如果要办免费活动 可能要想清楚 好像债市的买点是不是已经到了 要请教陈燕 你之前有提过吗 现在可以买债券吗 现在全球经理人都在加码 债券这个秉利创 金融海啸以来最高 而且一半以上的经理人 觉得债券明年的表现 会比股票还要更好 对 这个全球经营人 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也真的认同了 所以你看美营11月全球经理人 做的一个调查 现在全球经理人加码债券 而且是创了金融海啸以来最高 就近比例 比例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其实一直在质疑一件事 就是说到底会不会停止升息 而且因为在这过程中 不管我们再看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还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也好 即便我们认为升息的几率 不高的情况下 殖利率都还在往上攀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去买债 你当然实打实的直接就面临了 你的净值的损失 你还没拿到息 债券价格就往下掉了 但是从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讲到的 连鹰派的态度都转变以后 实际上大家真的相信 应该今年不升息 明年就有机会降息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所以为什么高达76%的技能 认为联准会已经完成升息的工作了 当然等到鲍尔开口讲 我不升息了 我相信这才会变成所谓的百分之百 但是你说76%是不是很高 是的 所以这个已经比前一个月增加16% 这个增加的速度是很快 然后再来大家当然就要开始去思考 如果会停止升息 甚至有可能降息 我到底要买债券还是买股票 还是买大宗商品 还是买黄金等等 百分之五十四的人认为 债券明年的表现会诱于股票 为什么 因为影响股票的报价 还有其他的因素的干扰 但是对债券来讲 这就一个送分题 你看我苦口婆心 从去年讲到现在 我讲这个送分题 什么叫送分题 只要你殖利率开始往下掉 债券价格就会开始往上 多久的时间我们不确定 但至少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现阶段不再升息的环境 就是有利于债券的表现 那买短还是买长 当然就大家会觉得说 巴菲特买短 我觉得它是因为 资金流动性的考量 暂时的parking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一个长期投资 领袭的想法 我认为还是以长期的债券为主 所以最近有很多的债券 包括美债 包括高评级公司债 这些规模都上来了 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 很明显的一个报酬表现 但是就切入了时间的点来讲 我还是认为现阶段开始 是投资美债相当好的一个时机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散装跟货柜股 在最近是突破了季线了 那么在今天是稍微的休息 接下来还有机会再上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心